你好 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 回到种子里去 提起马尔克斯 想必你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就是他的百年孤独 但当许多人翻开这部响于世界的经典之作时 又常常会迷失在那些荒诞不惊的想象世界中 曾有人指出 如果想进入马尔克斯的文学宇宙 应该把百年孤独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放在最后阅读 我们大可以通过其余的二十部作品 认识一个有血有肉 幽默接地气的写作者马尔克斯 先去探索作家在与现实社会连接的过程中 是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 与写作的关系的 那么我们对于他和他的作品一定会有全新的理解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回到种子里去 就是一部能够带你走进马尔克斯真实生活的作品 本书由五十篇马尔克斯的精选杂文组成 这些文章大都是马尔克斯曾经发表在各个报刊杂志上的报道和专栏 内容包含了拉丁美洲的许多新闻大事件 民间的奇闻一世 以及作者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有趣的经历和感悟 不同于百年孤独的天马行空与尖色难懂 杂文中的马尔克斯仿佛换了一副模样 他从高高的大师神坛上走下 以流畅简洁的语言带着冷静理智的目光 依然投入到拉丁美洲动荡的历史大潮中 翻腾出无数奇妙又可贵的思想浪花 接下来我将为你解读回到种子里去中的精华内容 让我们走进马尔克斯的真实世界 一同去认识那些比虚构更加精彩的故事吧 你将会学习到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必杀记是洞察人心 你还会了解到马尔克斯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天才般的叙事创造力 最重要的是我将为你解读这位成就斐然的文学大师 究竟是如何看待写作的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马尔克斯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签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始将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 在百年孤独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现实场景 与虚构幻想的非现实情景相加 那些会说话的猫飞天的象奇奇怪怪的人 打破了生死和时空的界限 组成了一个夸张怪诞的世界 马尔克斯之所以敢放任想象漫天飞舞 其实是因为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都有着相当稳定的内核 他深入人心洞察人性的强大能力 我们在书中的许多小故事里都可以窥见一斑 短故事 死神是个很不守时的妇人 讲了一个放鸽子的死神 三年来一直流传着一个大新闻 山里有一个叫詹姆斯的人梦到死神附体在他身上 死神告诉他在1952年6月28日的8点20分会来找他 人能知道自己的死期真的是新鲜事 于是这个詹姆斯在当地迅速成了名人 人们都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想弄清楚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死神到底有没有信用 到了这一天 许多人起了个大早 顶着炎炎烈日赶到詹姆斯家的窗外 看他即将如何死去 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死神根本没有出现 马尔克斯最后写道 这两百多号人聚在广场中央呼唤死神 不是为了让他把自己拖走 而是为了将他私刑处死 所有人都十分失望 甚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这些前来猎奇的人 从头到尾都没有关心过詹姆斯的死活 但作家不批判不评论 只是在平时冷静的叙述中 将人心的冷漠与疏离推向了极致 如果说人们等待死神的故事 只是一则简单的预言 那么马尔克斯曾经参与创作的电影 《我心中的玛利亚的故事》 就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残酷无情 又毛骨悚然的心灵地震 刚刚结婚25岁的姑娘玛利亚 在一个大雨天独自开车时 车突然抛锚了 她只好想经过的车辆寻求帮助 一个小时候 终于有一位好心的大发车司机 让她上了车 她原本只是希望能坐车到有电话亭的地方 就可以通知丈夫来接她 可玛利亚根本没有想到 这辆大巴车一直开到天黑 开进自然公园中一座阴森森的院子 也载着她开进了痛苦与绝望的人生黑洞 原来这座院子是个疯人院 大巴车上坐着的几十名面容憔悴的女人 全都是从别的城市送过来的精神病人 玛利亚想要打电话 可是护士一直哄骗她 把她带到集体寝室 还给她分了一张床 开始玛利亚并不以为然 还努力向护士解释自己车抛锚的遭遇 希望能给丈夫打个电话 可越解释越发现 事情并不像她想的那么简单 玛利亚想要逃跑 却被强壮的警卫一把拦下 她被套上了居属衣 注射了真经济 还被送进了狂暴病人室 用高压冰水水枪一遍遍冲击身体 而另一边 玛利亚的丈夫一直在找她 先是报警 可警察骗她 玛利亚和别人私奔了 在被幽禁了三个月之后 玛利亚终于找到了一个外来访客 给丈夫传递消息 本来到这里 玛利亚就快要得救了 可是丈夫只是来探望了她 随后就离开了 丈夫竟然相信了院长 对玛利亚精神病的诊断 还一字不差地遵医嘱行事 玛利亚不顾一切地 想要跟丈夫离开精神病院 最后又被制服了 最荒谬的是 丈夫之后每个周六都来探望她 而玛利亚也变得越来越温顺 仿佛慢慢接受了自己有病的事实 这个故事是马尔克斯生活中 发生过的一件真事 她的文字 朴素得如同一篇严谨的即时报道 尽管没有任何虚幻的想象 却让读到这个故事的人 内心产生了一种别样的超自然体验 人性的伪善愚昧 社会的非理性 以及世界对人的异化 如同一把利刃戳向玛利亚 撕开生活本来幸福的面具 再将它抛入血淋淋的深渊之中 人性的本质 这是马尔克斯那些精彩故事的生发之处 也许读这些故事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找到马尔克斯心中的种子 讲完了马尔克斯对人性的洞察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 他基于现实生活的写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许多评论者都将文学文本本身的魅力 归功于作家卓越的想象力 但在回到《种子里去》这本书中 马尔克斯非常严肃地谈到 我从未想过 也从未能做过比现实更令人惊讶的事 我走得最远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把这种现实 一直到一种诗的语境中去 但在我所写的所有书里 没有任何一行文字 不是以真实事件为根基的 马尔克斯并非没有做过远离现实的尝试 在创作组长的邱天使 他查阅了所有关于拉丁美洲独裁者的资料 却发现这些狠角色的暴虐与残忍程度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越是想远离现实就越觉得无力 这也成为了他写作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 而在广受关注的《百年孤独》中 这种想要远离现实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 小说中的布文迪亚家族都长着猪尾巴 原本马尔克斯以为这在现实中应该是最小概率的事件了 但小说采高温氏 许多读者就通过各种媒介纷纷坦承自己 也长着一种像猪尾巴的东西 甚至有人还专门寄照片给他看 经过了这一系列创作的尝试 马尔克斯不得不承认 现实是比我们更好的作家 写作者应该怀着谦卑的心去模仿他 并尽可能模仿得好一些 马尔克斯上大学时先学的法律专业 但他完全没兴趣 大而没读完 他就一头扎紧新闻行业 跑去报社当记者 这一当就是四十年 在记者的这个行当 马尔克斯从来就没有想要 也不可能远离现实 生活中的真实事件 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 但如果今天我们反过来 观察记者马尔克斯 会更能感受到他在现实面前的谨慎与克制 却有极副感染性的天才般的文字创造力 在世纪丑闻中 马尔克斯连续报道了一个木匠之家的女儿 维尔玛的死亡案件 这个年轻听话的女儿在某一天突然失踪 隔天警察在海滩上发现了她的尸体 初步调查结束后 维尔玛的死被定性为意气不幸的意外 但很快新的证据出现 这个结论被推翻 并且随着舆论的发酵 以及各方势力的加入 这个案件的体量变得越来越大 细节也越来越复杂 读这篇报道 有一种我们今天在玩剧本沙的感受 马尔克斯的写作似乎也很超前的 将报道分成几轮 向读者提供新的线索 以及新的证词 如果你热爱推理 马尔克斯这篇结构新颖 逻辑缜密的凶案报道 绝对是不容错过的 极具沉浸感与体验感的故事文本 同样精彩的新闻报道 还有在拯救生命仅剩12小时 一只患有狂犬病的狗突然死去 而7天前有个孩子被它咬过 此时狂犬病毒正在孩子体内进一步发展 进入潜伏期 这个18个月大的孩子随时面临着 因狂犬病发作死亡的危险 狂犬疫苗无法立刻起效 医生们需要在12小时之内搞到 3000单位美国产的抗狂犬病毒高免疫血清 而这种血清在当地的药房和医院全都没货 医院广播电视台纷纷发出求救信号 他们只能与时间赛跑 无论是无偿捐助的石油公司 还是远在5000公里以外的美国办公室 每个人都把将血清顺利送达当作自己的事情 他们闪电般的张罗奔走 联系货运和夜航飞机 终于让孩子及时完成了血清的注射 保住了性命 在这篇报道中 马尔克斯频频提及各种数字 所剩无几的时间或长或短的距离 好消息与坏消息轮番上阵的电话 各个时段的航班 东拼西凑的血清伎俩 这是这些极致微妙的细节刻画 写出了一种好莱坞大片般 极度紧张刺激的节奏感 让理性的新闻报道 瞬间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双脚坚实地站立在现实土地上的马尔克斯 有种别样的魅力 他那些酣畅淋漓的现实书写 既琐碎又迷人 这才是他生活和创作最重要的源头 讲完了马尔克斯天才般的创作能力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位 成就斐然的文学大师 他自己究竟是如何看待写作的 有趣的是 马尔克斯与所有普通人一样 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吐槽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算账 他觉得写作这个行当 简直就是在用爱发电 作者需要花很多时间精力 承受写作过程中的痛苦与挣扎 最终获得的报酬依然寥寥无几 穷得想叮当 比如完成一本200页的书 至少要花两年 如果售价20块 那么作者只能拿到两块 大头都进了出版商 发行商和书店老板的腰包 而这两年写作中 光抽烟的开支 就超过了写书的回报 另外 作家对作品商业性 与文学性的把控 也是一门功课 有的作家仿佛中的彩票 作品大卖 顺便改编成电影 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 就能挣到百万美元 一夜支付 而对于像加密欧这样 注重思想性 文学性的作家 他们的书不太好读 但能成为畅销经典 那就只能牺牲眼下 通过写些电影剧本 来维持生计 要么就像萨特那样 另辟蹊径 公开拒绝诺贝尔奖 营造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设 也能带动作品销量的增长 面对每个作家都向往的诺贝尔奖 马尔克斯也有一肚子疑问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标准 到底是什么 评委们如何操作达成共识 历来都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最严实的秘密之一 而诺贝尔基金会 又是采用了怎样的 投资手段和运营方式 才能够确保每年 巨额奖金的可持续性来源 还有瑞典学院内部 到底有什么政治偏好 毕竟他们曾将文学奖 授予温斯顿丘吉尔 仅仅是因为 他在那个时代最负盛名 回到作家自身 他最想吐槽的恐怕还是创作过程本身 马尔克斯就经常把自己写好的东西撕得粉碎 尤其是对于短篇小说 他认为写一个短篇 就像浇灌混凝土 如果不能一击种地 如果自己都不太相信 那就不要再写了 不过他也有对自己的作品看走眼的时候 有一次 马尔克斯的朋友盖坦杜兰 在废制楼里翻出了一个被他扔掉的作品 用透明胶重新粘贴起来拿去发表 结果这篇 伊沙贝尔在马孔多关羽时的独白 得到了评论界及读者广泛赞誉 成了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马尔克斯还想过找枪手 作为一名写作者 生活中时不时会遇到一些 他不愿意写或者没有兴趣的任务 此时他就很想找一些在行的枪手来帮忙 又或者是打字机出问题时 他也希望有个人能替他应对这些意外的情况 这样他就能够摆脱那些不得不写的专栏 令人心疲力尽的交稿日期或者打字机的禁锢 成为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自由人 马尔克斯吐槽最狠的就要数文学教育了 他非常反感语文课上那些针对作者某个句子 或某段话进行解读的阅读理解题 他认为这些过度的解读会大大曲解作者的意图 沦为胡说八道的虚构创作 最终让教师和学生都沦为教育体系可怜的牺牲品 他希望学生能够更自由 更个人化的去探索文学的奇妙之处 课堂只应该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 不应该剥夺了那些对文学美好的体验 不过马尔克斯最可爱 也是最有情怀的地方 正是尽管写作有着如此诸多的不利 他还是只愿意当一个有原则的作家 他不愿意找赞助 因为作家时常处在精神冲突的矛盾之中 他只想写自己愿意写的内容 更不愿意牺牲思想独立和言论自由 来交换一个被金钱裹挟的生活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马尔克斯 再回到《种子里去》这本书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形象的马尔克斯 他有着谨慎克制的沉稳 也带着幽默辉谐的松弛 他始终认为一个作家的义务只有一条 那就是把作品写好 根植于现实的大地 马尔克斯写作与生活的种子 都从这里出发 茁壮成长 最终长成了一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好了 听到这里 你就已经学会了 《回到种子里去》这本书里的精华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学习 现在我再来为你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了解了 马尔克斯最大的必杀记是洞察人性 尽管他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中 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但他深入人心洞察人性的强大能力 为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 构建了一个相当稳定的内核 无论外在有没有虚幻的想象和色彩 他的文字总能撕下人们道貌黯然的面具 将背后人性善恶的本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 我们学习了马尔克斯基于现实生活之上 天才般的叙事创造力 他非常重视现实的人和事 并认为写作者应该怀有谦卑的心去模仿现实 在他40年的记者生涯中 他从未曾远离现实 在现实面前 他谨慎而克制 却总是能够通过许多微小的细节刻画 使读者身临其境 感受他天才般的创造力 最后 我们分析了马尔克斯对写作的种种吐槽 尽管文学成就斐然 马尔克斯对写作这个行当 依然有着很多的抱怨 付出多证的少 商业与艺术不能兼得 摸不清诺贝尔文学奖评审的喜好 同时还最讨厌解读作家意图的阅读理解题 但无论如何 一个作家的义务只有一条 那就是把作品写好 正是从这里出发 马尔克斯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